停電 最近好像中了這個停電溫 桃園最衰啦 但是呢 昨天板橋也停 昨天這個板橋 桃園的大園靠海 中壢 新竹的香山區都發生停電 差不多八千戶至少 真的很衰啊 而且你說昨天就放個假 對不對 也不是說什麼這個 多麼用電 多麼密集 多麼這個需求的時候 他也給你停啊 什麼事都可以給你停啊 我真的覺得說台電 因為他電不夠 他就要輸配這個電 要想辦法輸倒 就是叫你降壓 降載 你一個電器系統 降壓 降載搞多了 就很容易壞 線路也是容易壞 就不穩了嘛 你自己想想看 我如果穩 你就血壓好了嘛 你平常穩就好 一下很高 一下很低 你搞幾次你的血管受得了嗎 電路也是一樣啊 電流也是一樣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說他煮我的電是夠的 但他在那邊調來調去 每天在那邊調啊 很辛苦啊 蘇貝店真的很辛苦 台電的人 那李敏清大核工系的這個教授 他說呢 佟子賢加入民進黨智庫 可以把不同的聲音送進去 佟子賢原來是反核啦 那現在不反核啦 但是呢 他比較務實派啦 所以你必須要用核嘛 那怎麼辦呢 那另外呢 監委要查核電廠耐震能力 台電說配核調查 那大家一看監委是誰 什麼田丘錦啊這些人 是很重視環保啦 就是說我當時我想說很好啊 因為我事實在 我之前也講地震完以後 看看核電廠沒有問題嘛 核電廠 按照前核四廠王廠長說 他的耐震度比一般的駐台 不知道好多少 很多倍啦 那在這種情況下 地震完了 他應該是沒事的 所以他們 所以我講說 監委去調查也很好 可是他們說不對 你不知道哪幾個監委啊 對不對 他這時候黑的跟你說成白的怎麼辦 他只要找你挖盤 他都可以找啊 我明明是抗症的 他跟你講說不抗啊 隨便找個理由出來 我這樣一定也是 就是我本來認為是 大家憑科學講科學 憑數據講數據嘛 但是呢 假如說你已經先戴了 有色眼光就不一樣 假如我的確我只是想去 看看地震有什麼影響 這是一回事 我去就是要找你麻煩 你都沒有問題 這邊有一個縫 不得了不得了 那就沒話講了 好吧另外呢 三十八年前呢 尤其昆反六清 他們又在一起了 當時反對在宜蘭設六清了 所以後來才跑到這個雲林 才跑到雲林去 那這個尤其昆說 我也反對核能 所以這些團體又集在一起了 那另外呢這個黎敏教授是說 你要減碳 你就必須要使用核能 你不可能一方面含減碳 2025年這個零碳牌 一方面又不用核能 你怎麼也達不到 到時候國際制裁 你說你怎麼辦呢 我常常想說你總是要 並不是說我們喜歡核能 因為我也不喜歡 但是你不用它 你就達不到你的目的 達不到你乾淨空間的目的 達不到你這個零碳牌的目的 達不到啊 那你怎麼辦呢 你告訴我沒什麼方法 你不能就講一些空泛的 我們在那邊核融合啦 用氫能啦 海水啦 這技術在哪裡嘛 你扯了個半天 那都是核汗絲鹽 都是畫個大餅而已嘛 你告訴我現在的技術是什麼 就這麼簡單啊 真的就這麼簡單 有那麼複雜嗎